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2月2日 星期四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 我们首先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导 中共二十大上前外交部长王毅 被提升为中央外事办主任 前驻美大使秦江 亦破格升任外交部长 有分析认为 从上任后的外交活动来看 两人对外作出不同的姿态 中共外交显然出现了两个司令部 1月30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称 习近平将在今年春季出访莫斯科 而中共外办主任王毅 将会在2月20日提前访问莫斯科 讨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相关准备工作 如果消息属实 这个将是王毅任中央外办主任后的首次出访 之前Politico消息说 王毅还会访问德国和比利时 参加2月17日到19日的慕尼克安全会议 并和欧洲的高级官员会晤 而新任中共外长秦刚在近期也动作频频 21日在美国NBA比赛期间向球队 球迷和中美民众发表新年视讯支持 30日又致电荷兰外长 企图为晶片措施拉关系 2月1日明报报道说 在中共二十大外交系统人士变更之后 王毅和秦刚似乎形成两种取向 中共外交显然出现两个司令部 表面体是分工不同 王毅主力对俄欧 秦刚全力应对美方事务 但是王毅和秦刚依族外交双头马车 对外作出不同姿态 是路线分歧 还是相互配合 唱相网骗人 还需要观察 据消息说 中共外事办归中央管理 顶头上司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而外交部是国务院组成部门 是政府部门 一个代表党 一个代表政府 但在业务上 中央外事办可以领导外交部 报道表示 从为份上看 外办主任是政治局委员 高于外交部长 但外办主任在能见度方面 有时封头不及外交部长 现在姓传秦刚 将升任副国级的国务委员 可见秦刚受习近平的青睐 而王秦二人的互动 今后将更加微妙 时事评论员岳山对新唐人分析说 中共外交部是部长负责制 所以对外就是外交部长做招牌 但外交部上面又有一个中央外事办主任 由于中共搞以党领政 在体制上造成两者的冲突 另外习近平又是亲自指挥外交 所以谁能够投其所好 谁的声量更大 过去杨洁篪较陰游 王毅是一只善跑的战狼 所以王出尽风头 凭一股狼性升官 岳山说 现在秦刚的软硬兼施外交手段 更获习近平的青睐 其锋芒不露的气势 似乎一开始就压住王毅 但王毅亦要冒头 所以这样看来 习近平为了将两人摆平 现在的趋势是王毅主要对俄欧方向 秦刚则重点对美 岳山指出 对于台海的问题 王毅做过国台办主任 有经验 但台海牵涉美国和更大范围的国际影响 做过驻美大使的秦刚 必然也不会靠边站 有杂撑腰的秦刚 看来很难服从王毅的领导 结论就是 无论从体制原因 还是个性原因 黄秦二人一定会打架 日后或者可以看出蛛丝马迹 障眼于日益强硬的地缘政治竞争对守北京 以及在边界地区关系紧张 2月1日印度宣布 印度国防预算将有所增加 增幅达到13% 综合媒体报导 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 在国会宣布预算时说 印度政府国防开支 将增至730亿美元 增幅为13%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 今天在Twitter发文证实 2023至2024财政年度 印度国防预算大约为5.93兆劳比 佔政府总预算的13.18% 辛格说 印度国防部 致力于增强边境区域的基础建设 尤其是北部边境 据法新社报道 根据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 印度目前在军费开支上全球排名第三 但印度显然不打算止步于此 不过 印度武器采购高度依赖 是长期伙伴国家俄罗斯 而美国、法国、以色列等国家的军火 亦佔了一部分 西塔拉曼指出 政府努力推动在军用武器产业自食其力 向国内业者采购的占比 将增加10个百分点 达到68% 但印度和中国两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因为边界、贸易和科技等增端而关系紧张 印度自从2020年在边界拉达赫地区和中国 爆发前线军事冲突后 持续试图在供应链方面和北京脱钩 另外印度和美国、日本及澳洲 共同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联盟 该团体日益担忧中国的军事及经济影响力 2月1日 中共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文章 强调所谓滑石鼠、蛀虫、保护大国粮仓 当局报道说 在近期查处了糧食系统10名贪污官员 并宣称将加大糧食统购统销領域腐败呈治力度 不过由于此前中共卫健委曾发布文章 提出卫豬的米康可能会抵达餐雀的主张 很多民众担忧中国的糧食安全可能会出现严重问题 根据人民网等中共媒体的转载报道 几位在文章中强调 糧食安全关系各界民生是各之大者 报道还提到 各有企业存在以臣鼎身以刺充好、虚假收购等腐败问题 在糧食扣销领域的腐败行为仍在发生 而在1月19日 中共卫健委发布调查 声称准备积极推动米康营养价值研究 对此有网友直言 过去中国人在饥荒年代为了活命 曾经被逼食作为豬治料的米康 担心这样下去以后可能真的吃不到饭 知名时评人江峰表示 中共政策从来是拍老门决定、拍胸口保证 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 倒霉的是老百姓 付出的是自由、财富、甚至健康和生命 米康变大众食品的事情也是一样 党的政策会宣传得比米康还有营养 但只要谁吃了他一餐,不僅割喉咙 最终还会像观音桃一样要了人的命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日即将访问北京 这将是自2018年以来首位美国最高官员访问中国 但这次布林肯的访问正值华盛顿和北京 有以缓和紧张的双边关系之制 但观察人士则对布林肯这次访问 能不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 普遍预期不高 分析人士说 2023年美国和中共的关系 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更有人直言 布林肯这次去北京将会是白跑一趟 中下媒体的报道 目前美中双方还未公布布林肯访问中国的具体行情 据信 布林肯将会和新任外长秦刚 和主管外交的一号人物 已经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王毅回晤 但布林肯是否能见到习近平仍然有待确定 外界认为 这将对布林肯此行成功与否 具有指标性意义 至于这次访问的回谈内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近日曾表示 布林肯和北京官员的回谈将包括 竞争影响的领域 两国关系在这些领域可能变得更加敌对 亦涉及我们能够确保负责任管理这些领域的方法 但亦包括我们能够寻求甚至加强合作的领域 预计布林肯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会谈将会涉及台湾、 护克兰、中国迅速发展核力量、 高科技出口限制和人权等问题 针对布林肯这次访问中国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铃近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说 美国不能一边讲溝通、讲合作 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 对此 华盛顿资深美中关系专家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亚洲行目主任葛来尔说 外界认为的美中关系的缓和 仅仅是存在在形式上 葛来尔说 目前双方在落实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在巴里岛达成的谅解方面 进展甚微 还未就指导双边关系的原则达成一致 军事对话则处于停滞状态 所以 布林肯的访问 能不能够取得更多的进展 还有待观察 另外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的报导指出 即使布林肯的北京之行能够取得一些积极进展 但接下来双方仍然需要跨越一系列障碍 才能够将这种势头维持下去 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新任议长 麦卡锡在接下来几个月内 可能对台湾的访问 对此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也提前警告即将到访的布林肯 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国任何时候都不试图突破这条红线 曾经在布林肯政府担任总统特别助理 兼国家安全委员会 亚洲局资深主任李罕如预期 美中关系在2023年不会有所好转 美中关系很难重启 同时还有中国问题专家亦分析认为 台海问题和乌克兰战争问题 肯定是布林肯访问北京要谈的首要问题 但现在中共已经提前亮明立场了 布林肯去北京肯定是要白跑一趟了 白宫31日表示 布林肯在2月5日至6日访华时 将会和中共官员讨论俄乌战争 而之后拜登将会在2月7日发表各情之文 到时亦谈到中俄所构成的威胁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阿比表示 拜登团结了国际盟友 特别是北约联盟 来应对俄罗斯的战争 他付出努力 确保能在全球范围内迎接中共带来的挑战 阿比補充说 总统希望和美国人民进行讨论 南华早报也指出 有关中俄的评论 将是拜登下周各情之文的重点 布林肯访问北京 除了讨论俄乌战争之外 还将试图恢复 因为去年佩洛西访台之后 美中之间中断的对话 但是美国分析人士表示 考虑到过去5年 美中的关系恶化到这样的程度 布林肯访问北京 并不期望中美之间会有什么重大的突破 虽然布林肯马上要首次访华 但是美中角力消息未止 今日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一份 《恶名市场名单》中 还点名微信及淘宝等网上平台 有分析说美国要对微信落手了 另外美国政府移再扩大对中国的晶片禁令 同时中共也作出反击 拜登在去年透过国情咨询 鼓励世界抵御俄罗斯 而中共一直拒绝就此 譴责俄罗斯 这个使得不弱 在去年将中国视为 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系统性挑战 而今年拜登发布国情咨询的时候 易正直 习近平打算访问莫斯科 飘名挺俄立场的时候 所以拜登发表国情咨询的时间点非常敏感 31日 两名知情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 美国最快这个星期将宣布 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首度提供射程达150公里的长程导弹 及其他武器弹药 总价值超过20亿美元 据报道 自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以来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 約272亿美元的援助 两名美国政府官员指出 依赦军援除了首度提供远程火箭弹之外 还包括外国者防空系统 精确導引弹药 及标枪反战车导弹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Dre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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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